各位好 那我们来看动量守恒的范例1 这一题呢 它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利用丢球的方式 来判断系统的动量 总动量是否守恒 那我们前面一则影片有提到说 动量守恒的条件是怎么样 是外力的合为0 外力的合为0 系统的总动量才会守恒 那现在呢 有三个 三个算是人 再两个人再加一颗球 那就输好把球丢出去让杰伦接到 就好像我们这三张图 这些图一样 那题目想要让我们去判断说 根据不同的系统范围 那系统的总动量是否守恒 那首先呢 是看篮球就好 只看篮球 只看篮球 那这个篮球在我们的图中 在我们的图中 其实就是2号 那数号就是1号 结论就是3号 那单独看2号的情况下呢 就是一开始它是0 速度是0 可是呢 它受到来自于手的推力 那这个手是 第三者 应该说是外来的 是外来的 在这个 以2号为系统 那1号 然后 苏豪推这个 篮球的力就是外来的 所以它有受到外来的 运动 外来的力 造成它运动量的变化 那除了 DELTA P2 让这个2号 的 动量变化之外 这边也有一个 当它被这个 结纶接到的时候 它又会再改变 就会受到动量的 变化 受力造成动量的变化 那 因为结纶接住之后 它是往后退 结纶接住 跟篮球一起往后退 所以篮球最后的速度是 向前进的 篮球最后是跟着结纶向前进 可是篮球最初呢 篮球最初的速度是0 所以这样它动量有没有改变 有 它的动量有改变 所以 有没有动量守恒呢 有改变就是 不守恒 所以写无 因为 有动量的改变 好 那 奖励的答案是说 有受到守的力 其实这样 其实不太完整的 因为 如果今天篮球受到 苏豪的推力 然后向前进 结果 又受到结纶的推力 如果结纶不是抓住篮球 而是把它往回推 有可能 有可能 篮球最后会停在 停在 停在 停在这个 它接到这个位置 如果苏豪出的力 有 有 特别注意 不是 是结纶 如果结纶挡住篮球的时候 它出的力很刚好的话 有可能 这个篮球会停在 这个位置 那 就跟它一开始的 速度一样 都是静止 那 有可能 前后动量没有变 好 所以 是否动量守恒 还是 可以看一下 前后动量是否改变 那 如果只看苏豪呢 苏豪就比较容易 苏豪把篮球丢出去之后 它本身是受到一股向后的 动量 它的动量 它 获得一股冲量向后 所以 它是有动量变化的 那 后来它就会有一个速度向后 跟它原本比起来 它就是有动量改变 所以 这里也可以说 它是有受篮球的力 它是有受篮球的力 Baseball Basketball 好 那杰伦呢 杰伦一开始是站着不动 杰伦一开始站着不动 可是他接到篮球之后 他就往后运动 对不对 篮球对杰伦失利 所以杰伦有受到外力 如果你 如果你以杰伦为一个系统 他受到篮球给的外力 所以他的动量也没有守恒 那他也一样是受到 篮球的失利 好 那投球前后呢 投球前后 篮球加苏豪的 这个系统 那就是我们的 黄色框框 黄色框框就是 投球前后 苏豪和篮球这个系统 那把苏豪和篮球 看成一整体的话 他推篮球 篮球推他是属于内力 所以 动量是有守恒的 因为 篮球获得向右动量 苏豪获得向左动量 那这两个 刚好是抵消的 好 那 而且地面是光滑的 地面是光滑 因为 如果有摩擦力 就会 地板会对他们失利 地板就会变成第三者 但今天 地板是光滑的 没有摩擦力 所以这里可以写说 这个 投球 对于这系统而言 是内力 而且 没有其他的外力 且 没有外力 那接球的前后也是一样的 就跟投球的倒转 倒带是一样的 接球的前后 我们把篮球加结伦 框起来 篮球加结伦是这样子 那篮球碰到结伦 篮球会减速 那结伦也会往前加速 他们都是因为 有获得了 动量 一个获得向左的 一个获得向右的 所以 如果以篮球和结伦为系统 他也是 有动量守恒的 就这样吧 所以他是有动量守恒的 那原因也是跟刚刚的一样 只是 改成 接球 接球是内力 然后一样他是 没有外力 那如果今天把篮球加数好加结伦 全部一起框起来 全部一起框起来 那没有第三者 或第四者 对他们施力 那总动量就是守恒啊 因为没有外力 没有外力 好 那 接下来呢 就要来算算看 算算看 那 输好后退的速率是多少 那我们分成 头球 头前 头前 和头后 那头前呢 那两个物体 输好和篮球 都速度都是0 因为他们都静止 所以动量 总动量是0 那头 头了之后 我们说 头球前后 篮球加输好 是动量守恒 是动量守恒 头了之后 动量也是0 可是这时候 篮球的动量是12 篮球是2号 P2 然后再加上 输好的动量 P1 那P2是12 那P1呢 就是-12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N1 V1 这样就可以把V1算出来 所以 M是多少 60公斤嘛 所以 V1就会等于12 -12 去除以60 也就是 -0.2 V2 代表向左 因为篮球向右 然后是正12 那 速度算出来是-的 代表 向左 好 那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 去算 结轮 接球 后 等后退的速率 哦 那也一样分成 接前 跟接之后 那这时候 接之前呢 是只有篮球的 动量 然后接了之后呢 那么 篮球是2号 接了之后呢 是 变成了篮球的 动量 再加上 结轮的动量 然后接前接后 动量守恒 那么 接之前 篮球动量是12 接了之后 他们一起运动 一起运动 速度会是 一样的 速度会是一样的 那篮球的质量 0.6 乘上这个 速度V 再加上 结轮的质量 49.4 49.4 然后乘上 速度V 不是V频繁 是V' 好 那这两个有设计过 数字有设计过 所以算起来是 50V' 所以最后呢 所以最后呢 就可以得到 结轮抓住篮球 向后退的 向前 继续往前滑的 速率 就会是 12除以50 那就会是0.24公尺每秒 好 那希望各位同学有 了解 我们的 系统动量守恒 的条件 就是 是否有 是否所受的外立盒 为0 那 就先到这边 好 谢谢